不得不承认 你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吗 知道什么叫有备而来吗 我之前把阿泰 所有的比赛视频 都研究过一遍 之前我也给名声当替补啊 不错嘛 我不在的日子 伙食都提档了 你们干什么去啊 不吃饭了 吃 我上那边吃 你准备疯到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走 等老子拿不起鼠标的时候 等他老子拿不起鼠标 不跟我抢手发位置的时候 还是等着你能打扮阿泰的时候 再说这话吧 差不多得了 脸都已经丢完了 戴面具也挽回不了你的颜面 吃饭 不是吧 对啊 这不就是来替ZGDX报仇的 不是 我就说我怎么睡不着 有些人不仅霸占我的位置 还糟蹋我的号 狗崽子 哥他骂人你怎么不管管 你不是睡觉了吗 怎么又下来了 总有刁民想霸占朕的龙椅 朕如何安睡 你看是谁 阿泰 要不你来 他知道是谁打吗 他都选了一早前了 你怎么还选别花啊 这次是我 慌什么 难道你以为 他这次还能那么狂吗 你和你哥真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母子大又傲慢 注意你的措辞 反正这把不管赢不赢 我是个智障的形象 大概已经在那个阿泰眼中 根深蒂固了 迟早要被踩在脚下 成为手下败将的人 那么在乎他的想法做什么 谢安大 谢 你继续点啊 你怂什么呀 点毛线啊 又杀不死阿露兵 是不是 他可以啊 干得漂亮 我操作你 别打 别打 哥 你管管他 我弄兵了 幼稚 这阿泰的脑子也不是很好嘛 同样的方法想套落我脸回 不 是我脑子吧 对 他也就能套路套路你 太好了 可以啊 可以啊 不得不承认 你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吗 知道什么叫有备而来吗 我之前把阿泰 所有的比赛视频 都研究过一遍 之前我也给名声当替补啊 每次需要防御性中单的时候 就换我上 所以上个赛季的成绩 非常好 有什么用啊 入围赛赛季成绩再好 有什么用 我们还不是因为某人 连决赛都没有去 最后把奖杯拱手让人了 你也不想想 名神的手伤得那么严重 到底是因为谁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这个人要做替补 可以 那是俱乐部的自由 但是我个人 不接受这样的队友 你们继续 我去看看 他说的对 他说的对 是我的错 这世界很酷